喂 小心啊 這個週末你要帶我去哪裡玩呢 什麼 找不到地方去 連個地方都沒得去 太遜了吧你 有人太遜了 但是我們一點都不遜 我們要告訴你 台灣有非常多好玩的森林遊樂區 而且現在有很多新奇好玩的活動 來告訴大家 今天跟我們一起討論來賓有誰 林務局森林娛樂組組長林浩生 今天要帶給大家你知道的地方 卻從來沒有見過的美景咯 資深導遊陳瘦路 帶團走遍台灣各地深山角落 玩過的極限運動 更是讓他畢生難忘呢 戶外冒險教育講師鴨子 帶領學生體驗各種冒險運動 而最近有一種戶外的運動正行 今天請他來教大家玩咯 大學生小心在嘉義就讀大學 熱愛戶外運動卻總是找不到班 他想嘗試什麼呢 退休公務員朱學華熱愛戶外運動 台灣各森林區的季節變化 他全見識過呢 野老人Devi向來愛追求刺激 超愛冒險的他 想在台灣挑戰哪些戶外運動呢 小溪你真的找不到地方去嗎 對啊 而且也找不到人 我之前有時候睡醒12點多 找朋友說我們去吃飯 然後打給朋友說 你太早打給我了 所以現在年輕人都睡過頭 你要約戶外很難 像我這輩子就很想去高空談跳 然後體驗一下尿失禁的感覺 一直約不到人 因為他們都是覺得太誇張 高空談跳我覺得應該沒有吧 你看我們現在六個來賓 我還有可可 八個人 願意跟小溪去高空談跳的請舉手 考慮 考慮一下 沒有 鴨子老師是不綁 不綁繩子的那一種 不綁繩子喔 那怎麼可能 Devi 也不願意去高空談跳 那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綁一根繩子 從很高的地方 懂嗎 有 那個好 那個好 是伊朗人怎麼這樣 我有做過啊 真的喔 有一次在高雄的區 好像那是跨年吧 好像不知道是哪一年 然後去那邊看到一個車子啊 一個就是把你拉到掃面去 五十公尺啊 然後跳下來 五十公尺 差不多十幾層樓 哇 然後我就去啊 我就願意去 你是不是喝太多了 然後呢 大家就是 往火面這樣子跳 然後那個火面的人 我是這樣子看下面 然後看到就嚇一跳 然後人家跟我說敢不敢 我說拜拜 下去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是喝酒 我記得我在十來年前的時候 大概十六七年的時候 帶團第一次到 紐西蘭的時候 紐西蘭剛好那時候在流行 所謂的高空談跳嘛 那因為剛剛開始出國人 都是一些阿公阿嬤 對 我們那一團大概二三十個人 阿公阿嬤 結果導遊在介紹的時候 到了現場 只有我想下去 阿公阿嬤說看看就說 算了啦 不要了 結果呢 客人不管我怎麼可能玩 我上市的那個機會 前三年 我又去了一趟紐西蘭 帶了全部都是年輕人 結果那一群人 全部都要下去 我在那邊游一好久 結果我說 所以我說 人生一定要靠著 年紀輕的時候 要勇敢去嘗試 那個勇氣是有季節限定的 差十來年而已耶 就不敢去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不要說 什麼高空談跳 我連那個坐那個雲霄飛車 我都不敢 像我們現在全台灣 有非常多好玩的森林 有像剛剛講的 連你怎麼地點都不知道 一般來講 可能如果北部就是 印象最深是陽明山對不對 陽明山是David 以前最常去的 陽明山很熟 現在 現在很熟 因為有一次颱風天去那邊迷路 沒有人颱風天去陽明山 有啦 因為我們現在開店 現在比較沒有去 可是有一次颱風天 我們地點都關起來早一點 你就覺得很鹹是嗎 對 很鹹 不知道做什麼啦 你們伊朗沒有颱風嗎 沒有颱風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全部坐車 大家 老婆小孩坐車 要明山去溪溫泉 去到真的最後都沒有車子 我還 有一個樹掉下來的 我還拉起來放旁邊 然後去到那個溪溫泉那邊 是關起來的 然後我去溫泉 我可不可以洗溫泉 他說水太冷了 不能洗 然後我們就開回來 溫泉有太冷的喔 對 水不夠熱 水不夠熱 因為外面太冷 然後倒是水不夠 水啦 那個水 那個溫泉的水不夠熱 部外泡湯的 大概都會受這樣的一項 對啊 它主要的是管線 有的時候因為颱風天會受阻 或者說它可能就流量有限 所以變成溫度量就會 溫度就會下降 朱姐您這個 我這個年齡喔 我本來不是這個年齡 我還是這麼一講 我也想下次我去嘗試 對 這就是常常在森林遊樂區走的人 就是會有這樣 不要怕這個 第一個不怕年齡嘛 對不對 第二個有什麼嘗試 我們還是要去試試看 尤其我最近聽說 鴨子老師 在我們森林遊樂區 去辦那個定像喔 哇 太棒了 遊客去就可以去玩了 什麼是定像 定像 我想嘗試看一下 很簡單就是 來了一個 我們會給你一張地圖 這是什麼 就是森林遊樂區都有的 就對了是不是 有八個 全台線有八個森林遊樂區 OK 然後現在這是一個 新的活動就對了 是的 它是像正式的比賽運動 試運會跟廳這樣套運 這個很有趣 這個一定要推薦 怎麼玩 這個很像尋寶 所以你拿到地圖之後 按照地圖上面 給你標示的點 你必須注意的到達 去找到像這樣子的標誌器 這樣子 找到它 它就會像這樣子掛著 那麼你找到它 像現場這個樹上面 對… 這裡後面都偷偷掛著這個 然後它會有一個打孔器 這個林務局 您要不要把妻子往前挪一點 增加尋寶的樂趣 這個可能是在辦比賽的時候 故意把它放在後面 增加尋寶樂趣 不然這個 有點偷偷摸摸的感覺 有啦 你看它那個繩子 你可知道它原來掛在前面 可能有選手把它放在後面 對 就別的選手 對… 所以等於說 我可以十個人拿組一團 也可以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解散 然後每個人就拿一張表 然後就去找這些不同 有掛妻子的點 對 然後呢 要限定時間嗎 時間越短的人 越得勝 而且答案都要多對 如果我們這幾個人出去 我們找的點都不一樣 你不要亂跟 要什麼答案啊 這裡 這上面有密碼孔 你把答案子呢 把它放進去 你找到第一個點 就把它打下去 它就會打出這樣的孔 我懂了 所以我不能夠 隨便自己做一支 或者是拿別支來 拿了一支打全部 都沒有用 對… 因為每一個孔都不一樣 這還滿好玩的耶 對… 不錯… 那可以讓… 如果親子去玩的話 他們可以互相討論 有很難找嗎 需要什麼輔助工具嗎 有啊 除了地圖以外 還需要指北針 指北針喔 對 指北針跟指南針 有什麼不一樣 指北針是指北 指南針應該是 雌化之後被指南了 那地圖只有一個雌集 所以它應該是指北針 那個森林很大 那變成說 我不知道你這個東西藏在哪裡 我是不是要學會看地圖 對… 然後看東西南北 是這個意思嗎 對…沒錯 然後如果有一個指北針 對… 就可以清楚知道在哪裡 經過簡單的練習之後 就可以找得到 喔… 其實它沒有那麼難啦 對… 只是大部分的人喔 被指北針搞… 思想上搞垮了 我跟你講 這大部分人搞不清楚東西南北的 對不對 小心 我們現在在內湖 我們南邊是什麼 我當然不知道 南邊喔 我知道我在中間而已 我知道我在中間 我們現在在內湖對不對 那我們的南邊有哪些區域 你的南邊是南港 南港 西溺區吧 南港不是在我們北邊嗎 南邊 那木柵在我們哪裡 應該是西南邊 是嗎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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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嗎 不是 你不要每次往基隆的方向想 你在內湖 可是內湖的你要 三百六十度 那David 我問你 你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你面向我的方向 那基隆在哪 你哪一個方向 基隆是我的 現在我這個方向 那邊是明圈嗎 基隆是我那邊 那邊 太難了吧 對喔 真的嗎 這個方向感很好 這個是明圈嗎 對 明圈就過去都變那個 南港 然後基隆在那邊 你不要每次都指的響 還要歪歪歪的 太複雜了 沒錯 身體裡面就是要歪歪歪的路 對 就複雜了 很難吧 我只知道鴨子老師在我右邊 然後朱傑在我左邊 青春傑在我對面 我就在我對面 日常生活勾勇就好了 好